反贪会今早陆续传召好几名一党领袖陆共问话 反贪会主席穆罕默·苏克里表示 一旦调查确认这一项指控是真的 那当局接下来将会传召前首相纳吉陆共协助调查 苏克里昨晚接受网络媒体当今大马的访问时透露 反贪会目前专注调查一党领袖 是否真的接收这笔9000万令吉巨款 并强调当局会依法办事 至于反贪会会如何确认收取巨款指控和传召对象 苏克里拒绝回应